红楼详解 眼魔法的历史渊源 通灵律的人间迷失 上一集说到赵姨娘联合马道婆施展眼魔法 把凤姐和宝玉害得差点丧命 那这个眼魔法到底是什么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诅咒之术 因为古代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远远不如现代 当时人们试图用神怪传说来解释这个世界 久而久之就从中衍生出了一些巫术术法 那当这些术法用于害人就变成了诅咒之术了 比如清代满族皇室信奉萨玛教 其中掌握了巫术的萨玛地位崇高 他们可以占卜命运 还能给人治病 当然也会一些诅咒法术 比如说可以将仇人的名字和年龄告诉萨玛 萨玛会用油面做成一个正三角形的东西 然后念咒诗法 把这三角形向着仇人扔去 就能让对方遭到不幸 好吧 不管这个诅咒法术是真是假 但它的确存在在历史当中 那如果你对历史比较熟悉的话 应该还记得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 也就是康熙的九个儿子争夺皇位 其中太子应仍被废出了两次 第一次被废 直接原因是偷窥康熙营长 言语之间有不轨之意 然而后来五阿格报告说 太子之所以会干这种荒唐事 其实是大阿格对太子实行掩阵之法 导致太子精神失常 后来果然从大阿格府搜出带有太子生辰拔字的小木头人 康熙就大怒啊 将大阿格扁畜 从此大阿格就只能在牢狱中度过余生了 由此可见诅咒之术在清代是屡见不鲜的 曹雪芹肯定也有所耳闻 那把她写见《红楼梦》也就顺利成章了 那在《红楼梦》里 其实宝玉应该是最不怕诅咒之术的 为什么呀 当然是因为有通灵宝玉的存在呀 还记得通灵宝玉背后写了什么 没错 一除邪碎 二聊顽疾 三只祸府呀 然而在赵姨娘刚下诅咒那会儿 宝玉可实实在在的被掩阵了 这说明通灵宝玉并没有除邪碎呀 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想彻底了解通灵宝玉出的啥问题 就得从她的前世开始说了 已知通灵宝玉前世被女娲娘娘炼制过 所以这石头才会通灵嘛 然而通灵的目的是为了补天呀 也就是要在世上有所作为 可是在石头下凡之后变成通灵宝玉 它有什么作为呢 好像也就是每天跟着贾宝玉 在温柔富贵乡里打滚啊 那你说这玉还能继续通灵吗 当然不能了 所以和尚道士再次拿到宝玉时 才会感慨粉字之痕 污爆光啊 好了 相信看完这回的你 除了对眼魔法和宝玉迷失很好奇之外 也对赵姨娘和贾桓印象深刻吧 他们因为嫉妒 竟然兴起谋害他人的想法 还把这个想法付诸现实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虽然在故事中他们没有受到惩罚 但也不禁让我们深思 如何来看待嫉妒攀比之心呢 我认为有一点嫉妒和比较是不可怕的 反而还有利于激励我们努力成长好追赶前面的人 可如果嫉妒心持续增加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解药是你的自信 要相信自己能不断进步 因为你身边的人越优秀 说明你自己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哦 那现在有了和尚道士 重新唤起通灵宝玉的灵性 贾宝玉和凤姐 性命无忧 守候在外面的贾母 王妇人 黛玉等人也终于放下心来 那么故事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 咱们下回分解